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c大叔 今天就來到永和區民深入的 玉子燒牛洞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老闆正在製作玉子燒 你好 你好 請問你們過年都沒有休息完 過年都沒有休息 太辛苦了 不辛苦 好,那我想要泡菜牛肉玉子凍 泡菜牛肉 泡菜牛肉 謝謝 好,謝謝 住不住嗎 不是 有 那這邊就有關玉子燒的介紹 好 感覺老闆有這個職人的精神 想當初我是學這個時候就沒有學好 每次煎都煎焦了,我說是我 這應該蠻困難的 還好 還好 還好嗎 翻的時候比較 有什麼秘訣嗎 其實真的就是煉 就是煉 就是煉 那東西都是收在冰箱裡 所以這個蠻乾淨 我們看一下這個如何做出好吃的牛 丼飯 差點縮成牛丼 泡菜牛 對,泡菜牛 對,勤氣 那明太子一直燒是一分是多少 一隻小隻的話是50元 然後大串 就是一磚的話是180元 如果一隻 一隻大概 一磚的話大概是 一隻四分之兩 如果想要藏一份的話可以嗎 好啊好啊 那今天這個就是玉子燒專輯 而且過年不休息 對,過年不休息 那營業時間是幾年到幾年 好,我們11點半 到凌晨2點 哇賽,這麼長的時間啊 對 那有壁爐嗎 OK 應該半夜適合喝小酒 嗯 安全更活動的地方 是未來的這個機會 好的,凍汁 對,凍汁 好 要把它做好吃也是不容易啊 好 它會打上一顆嫩嫩的蛋嗎 對,差不多會熟的時候再蓋上去 我要半熟,不要全熟的那種 好 OK 好,那這個如果說過年像我一樣要上班的朋友就有福了 就有地方吃飯 然後報我的名字就打五折吧 沒問題 哈哈哈 開玩笑 老闆傻眼了 沒問題 老闆娘決定就好 哈哈 老闆娘決定就好 好嗎 哈哈 謝謝,謝謝你哥哥 那目前開業開多久了 我們從2月1號開始營業 2月1號 那這樣還沒有開很久 對,我們才幾天而已 這樣 對 希望就是說如果住附近的話有空間上來 喔,是 住附近 對 住附近的朋友 對 OK 這樣啦 這樣很用心的調理 所以一定是好事 好 那我現在點這個一串 一串的就跟這個 一份的就稍微少一點 學一下 這個 這個還蠻困難的 那個 我年輕的時候就這個沒有學好一直被罵 這樣 在一家那個 壽司店 哪一家壽司店的感情 我都會在那裡 喔,沒關係啦 因為年輕的時候比較 比較笨笨的 所以就點點點 事實上 哇哦 六四 好像說2 units要放高湯 對吧 對 我們先用充泊 我們的高湯 然後這 吞布高湯 秘密 哇,還要炙燒喔 這是焦糖嗎 這是焦糖一直沾 好,這樣 現在在做一個炙燒的動作 上面就會有蠻蠻蠻的 好,這樣 甜到爆 啊,不是,甜蜜蜜 這樣 這樣 然後讓它冷卻一下 吃起來口感會有脆筆喔 喔,這樣 老闆對美食也是非常喜愛 當然是自己愛吃 這樣,好,加油 加油 好,那這一份就是180的嗎 是,這是180的玉子磚 看起來蠻讚的 吃起來也不錯喔 OK 好,相當地很期待 好,謝謝 熱騰騰騰 現在有這個貴賓的感覺 然後,那少少的 少少的錢 貴賓的享受 我想這樣應該是蠻讚的 好,那老闆娘對每個人都蠻客氣的 所以這個覺得蠻值得來的 嗯 好吃耶,感覺就是很用心的照顧這個 泡菜牛丼 很好吃 這個蛋是滑蛋 就是我想要那種感覺 然後味道也很夠 熱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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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總之很美味啦,應該看得出來 餐點衛生價錢便宜,然後服務情節,我想這樣應該就很棒了 好,而且這個牛丼嫩嫩的 好,那就吃著這個新滿意足沒開眼笑 嫩嫩嫩嫩,然後稍微有點肥,這隻牛丼 真的不錯,泡菜味道很夠 好,那我覺得是滿根 讚! 好,全部是光光,真的蠻好吃的 好,再是這個明太子玉子燒 這樣一份50 嗯 嗯 甜甜香香的,很美味,然後 我覺得像玉子燒醬吃起來 蠻好吃的 好,那個人覺得很用心製作,所以 好,那這也是滿分 好,那各位朋友可以來吃吃看 就是一個滿不錯的小點 讚! 好,那老闆呢,都很親切啦 你們都沒有公修喔 沒有測試 喔,是喔,辛苦了 好,謝謝,掰掰 謝謝,謝謝 謝謝你快樂,掰掰 好,掰掰 OK,掰掰 好,那很親切的老闆娘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感覺很有福氣的笑容 應該很快生意就會很形容 好,再來這邊還有一個具日式烤肉飯 它價錢也很便宜,那就吃吃看 應該很小一份吧 好,價錢看起來很便宜 那我要點那個 泡菜燒肉丼 不到一百塊,蠻誇張的價錢的 店家剛剛有講說 加配是要另外再加錢 噹噹噹,第二回合 好,那現在就好了 因為它裡面音樂太大聲 所以我不在裡面開箱 也不曉得會不會受到影響 先 烤的烤肉飯 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還不錯 噹噹噹,第二回合 一樣是類似的 牛丼加勤氣,泡菜 嗯 上面還有灑點白芝麻 好,香噴噴香噴噴的 算是便宜又大碗 不過,飯有點黏 嗯 飯稍微有一點 太綿 不然這樣烤是不錯 可能飯再稍微注意一下 就會是一個很完美的燒肉飯 燒肉飯店 個人覺得 單燒肉分數是90分 可是飯就有點 我沒有很喜歡 好,加油 OK 算不錯的,過年也是沒有休息 好,那各有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 那待會我就上班了 雖然這個 上班期間沒有很多 但是還是有在上班 那我就祝各位朋友 新年快樂 恭喜花菜 掰掰